如果大家见外地朋友的话 就可以来这个氛围赶墙的 后面还有节目 大家可以先去带一下 五位 里面那个红色圆桌 红色圆桌 24号五位 来吧 来吧 这家味道很不错啊 我们先坐下班 之前呢有很多朋友说 在藏区吃特色的一些毛牛肉的话 那么目前这家味道还是可以的 那我们吃啥呢 好像那个赵金麦 这个小姐姐好像赵金麦 长得好漂亮啊 好像也不行 还非常热心的帮我们点餐 把我朋友的大寿宇叫过来一起吃 他有点热口 我们菜已到齐 敞开吃带你实现 牦牛肉自由 可以可以 你们不是会生吃牦牛肉吗 这种可以生吃吗 这个真的不行 我们生吃牛肉的话 一般都是会选择自己家养的那种 外面都很少吃 而且这种嫩嫩的这种生的不好吃 生肉要吃那种冰的 外面有点干的一起吃就好吃 生牛肉真的 你一旦吃了一次真的以后就会真的爱上 什么味道的呀 不会有酥味或者什么的 应该会有一点 会有点腥味 我不太喜欢吃 我感觉有一点腥味 腥味是吗 每个人口味还行 对 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可以吃咯 吃块盲牛肉 好吃 酸酸的 一定要喝这个汤 这个酸酸辣辣的特别好喝 你们为什么会喜欢吃这个猫牛肉 我感觉你们真的是超级喜欢吃 对 顿顿都是猫牛肉 不会上火或者说是 没有 那我们家冰箱里的话全都是猫牛肉 其他肉都没有 你一天能吃多少斤 一两斤 没问题 能吃几头 他们家人比较多 一般吃个三四头应该没问题 我们家一两头 我嫂子家一年十头猫牛 十头多少人可以吃十头 十五个人 我想知道这十头猫牛 一头多少钱是要买的吗 他们自己家养的 自己家养的 我嫂子家牛 比我们家还多 将近两百多个 还好是自己家里养的 对 那如果说你是要买的那种 比如说像家里没有养的 要买的话 一头大概多少钱 一到两万 一到两万 天哪 一年光吃肉就要吃那么多 对 其实自己家养的 然后自己吃 也不是只是花了钱 恭喜来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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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表演节目了 不要忘记乎谁 来吧 dannibu ya dannibu ya dannibu ya pul i momma di to sana pul 让客气脱 momma di to sana p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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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am pul namah ti tarje di 如果大家外地朋友的话 就可以来这个氛围赶潮的 后面还有节目 大家可以先期待一下 这个时候 有服务员来线哈达 谢谢 然后大家都起身为了一个圈 一连猛的我们 也被拉了过去 原来是大家 一起跳舞的环节 一连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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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有一点的放动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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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这样一圈感觉怎么样 就感觉氛围挺好的 就是我自己手脚无协调 不会跳 我随便跳了一小步 一个动作都不会 其实挺好玩的 但是你们是每天都会这么跳吗 还是每天晚上都可以这样子 不是春节以外或者节假日以外 都有主动 你们那地应该没有主动吧 基本上很少 除非你去也是去那种旅游地 可能一家两家那个 就是网红餐馆之类的会有吧 嗯 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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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来西藏旅游 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下方订阅小铃铛持续关注 还有ins和facebook也不要忘记关注哦 谢谢大家